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民进党连赵天宁的问题都没有处理了 这是司法侦办中的 徐春英连司法都没有 为什么要这样子质疑挑战 我们想说是你要提他的 你来说清楚为什么要提他 没有人说他涉及什么案子 我们只是问说民众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那么选择徐春英刚好符合了你们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暴跳如雷呢 但徐春英在展现好口才的同时 其实有很多的价值观跟台湾是不符合的 今天我们在座好几个来宾都要来问徐春英 大部分宗配来到台湾 多数都是好好的过生活 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家庭 但我们看到徐春英对政治确实有特别的热衷之处 到底为什么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他除了这个政治的兴趣之外 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任务跟使命 不然为什么柯文哲要骗大家 说徐春英是自己投建海选的 柯文哲为什么要骗我们 徐春英说了他不是海选的 柯文哲为什么要骗我们 我要问你好几遍 同婚议题你可以反对你可以赞同 你只要告诉我们你支持什么就好了 你这件事说过来宾都没起来 你为什么要一再的说谎 今天姚立民加入了赖清德团队了 他说他跟柯文哲是因了解而分开 跟赖清德是了解之后决定要来帮他 针对柯文哲的阿公在228事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连姚立民都说 古来本每一个版本都不一样 为什么你要骗大家 你可不可以有一件事情讲得清楚明白 不要变来变去 今天好好的来讨论 现在介绍一些来宾 随便介绍是民进党立法委员 庄瑞雄 会面好 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资讯媒体 我们要唱一下 会面好 大家好 再介绍是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支 会面好 大家好 来介绍的是桃园市议员于北成 会面好 大家好 再介绍是前民众党专委张艺善 会面好 大家好 这个姚立民老师 刚刚开始要拼选赞了 我们等一下随时连线他 让我们来听他剖析 他认识因了解而分开的 柯文哲是什么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柯文哲一向在年轻学生当中 有相当的一个支持度 那么当然一定是不可能 百分之百拿到支持度 因为我会质疑他的 特别是这质疑的学生 这个剖析他一些言论 为什么从头到尾 有这样的多的变化 来请教他的时候 柯文哲为什么要爆气 为什么老师要叠民进董 你就叠你自己就好了 你会叠别人呢 我们来看VCR 不分区名单里面 竟然列入火炬争议的 徐纯英跟贪污跟黑金 跟境外势力挂钩 想请问柯主席的新政治 跟你口中令人讨厌的那些 厌恶的政治环境 到底有哪些区别 他有他有犯法吗 我跟你讲 台湾有三十六万陆配 嫁了一个老公成二 再生一个小孩子成三 其实在台湾跟陆配有关系 至少超过一百万人 那已经留在公开场的时候 他说他是共产党 赖青哥要不要出来道歉 他哪个地方是共产党 他连共产党都没当过 因为那个赵天林 亲中挺共 还见那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 要不去看他的资料 我跟你讲 这个国防破洞多大 还是哪里不知道 所以人家问他说 这个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我们不变评论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不变评论 这个连进入司法程序 都还没有 你评论什么东西 柯文哲主席 从不亲自跟社会大众讲 为什么民众党要提名薛春英 反而是要责成薛春英自己来说明 面对学生直接提问 他竟然用恼怒的方式来面对 我觉得 这不可取 你今天賴清德 副总统 讲人家是共产党 其实他讲人家共产党 那个 内心的意涵 就是一种抹红 就是一种贴标签 我们今天看到是一个 想要选台湾总统的人 他所作所为 都让这个社会不和谐 让这个社会分裂 哦 柯文哲正气凛然的呢 说得这么大声 他有赦入什么案件吗 他有违法吗 没有人问他有没有违法 人家只是说 你民众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为什么要选他当你的 不分区立委 只是这样而已 你为什么要生气 戳动到你的痛点吗 柯文哲的习惯就是说 碰到自己解决不出来的 没有办法解释的 他已经撒过百人 徐秋运这件事情 其实就很简单 柯文哲他当初也不想 会摸到这里那么大 他当初的想法就是 我路配三十几万人 三十几万人够了 开始有什么像他说的 好变七十几万人 如果生一个小孩之后 真的是路配变八 路配家庭变八几万人 他想的其实就是说 把那些选票去抠回来 但是现在大家质疑他的不是 大家认为就是说 你这么好 台湾人到现在 对路配来讲的话 我们都是把他当成一家人 到现在我看政论节目 大家讨论的路配也是台湾的一家人 为台湾来做出贡献 现在讨论的是说 立法委员一个国会议员 涉及到的是整个国家的 忠诚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路配 他今天取得六年了 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他是不是台湾人 是 他有没有参政权 有 然后呢 可是呢 就等于说 你今天是台湾人 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有台湾的国籍 你有参政权 可是你同时 又有美国国籍 我会跟你说 不好意思 虽然美国跟我们很友好 但是这有效忠 忠诚国家的问题 美国这个你要绑掉一下 所以你去把它做类比 就是说美国跟我们不错 你有美国这个你也不能算 那同样柯文哲怎么会不知道说 哎呦 姚西伟 那有中国籍这个路配 这比美国人的国籍更严重了 那当然只能去选择一个 那故意跟你提这个是干什么 他在挑战台湾民众忍受的底线 因为你说 没得及按照现行的一个法律 你也没得到我 我担心要给你冲 要给你冲我过 我贪到这些路配的一个选票 到最后会不会提名 我不知道 但至少他成功的 把这些路配的选票 至少这三十几万人 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说 哎呦 要是柯文哲比较好 柯文哲连这个 不文区的日背 就要给我们这些路配 所以当然对他会有所好感 但重点就是说 像这一种不文区牵扯到价值 你看下个礼拜 国民党跟民进党 不文区的名单全部都会出来 你就会可以去看 就是说 这个代表什么 可能说是地方势力的 可能这是派系的 这至少对一个政党来讲 他可以去讲说 这是我们董自己的一个人材 足控大家外界来检验 可是柯文哲你这不是 你就好好说就好 我今天如果是党主席 民众党党主席 我会怎么做 我会觉得你来 来来来 孙孙宁 你也拜托 你回去中国是都在做什么 是怎么 跟你来的 你回去参加华董 都那统战部的 什么部队法去里面 什么都国台办的去里面 你这你就不就跟他说 你到底是就是党的 我甚至第二个问题 问他说 你有共産党吗 你要说清楚 如果没有 有你就 我就不需要给你贴名 如果有 你拜托 你怎么说呢 结果呢 要把他列为不文区名单了 你看出来讲说 我还没看过他 我就会觉得这个提名 就会很奇怪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说叫徐初音来讲的话 如果徐初音假设真的是共产党 或者共产党的干部的话 他来当然会跟你讲 我不是共产党了 我再也会跟你讲 我来照顾文区就好了 你拿去证明来 证明我是共产党 他把他跟你讲说 你来啊 我打到来问是 人民是 人民说 我在跟你笑 又是 我也要跟你说不是 所以他这个就很奇怪 一个政党的一个主席 甚至现在你是总统的一个参选人 你既然要提名他了 你怎么放他自己一个人出来讲 甚至今天又呛声你知道吗 你录下的 你觉得中国跟台湾 两天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吗 他现在反而是跟你讲说 挑起这个台湾最敏感的一条神经 到最后谁会赚很多 不知道 但至少一个政党 你既然要提名这个不分区 本来就是要接受检验 很明显他就是 利用转移交点的一个方式 去掩盖 他就没法说了 来 韩国瑜曾经说过 选举就是这样 票多的就会赢 当时以为他讲的是废话 柯文哲完全遵守这个脉络 我提谁可以让我票多 我票多我就赢 政治不是这样而已 政治还有价值跟理念 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些 我们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 其实我们每个人一张票三十块钱 为什么 我们支持你一些理念 有一些政党 没想到国民党过去有东西 所以一票三十块 只要你好好做事 这是一种理念的结合 他现在摸的这个 你可以提出 你好好地讲你的价值是什么 你只要说服大家就好了 你不要在那边生气 来 李正浩秀出证据了 说徐称英到中国 叫做假探亲真统战 因为徐春英回来说 我口才很好 你副总统你给我说 我共产党的证据你给我拿出来 英女当官万富莫敌 我真希望你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气势 9月到10月到中国 他都只有回娘家 出席了和两岸婚姻家庭有关的活动 所以除此之外 我一概都不参加的 好这是徐春英的说法 李正浩就说 你参加了一个统战音乐会 今天徐春英说 音乐会而已 音乐会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关系 创下 所以关键在于说 其实不是他提了陆沛 而是他提了徐春英 所以正浩今天出来这个 就告诉你的是 重点在徐春英这个人的角色 就是徐春英 但是如果你在讨论陆沛 讨论什么 那就中了一个下交流道 混水摸鱼的状况 徐春英不止在中国 非常的有分量 讲话你看 在台湾有分量 在中国也有分量 因为他不是先前讲 他这一次是十年来 第一次回娘家这么久 尤其还要陪妈妈去看病 然后都没有什么活动 但是正好出来的 接下来这照片里面 其实是什么 他说他是正常的朋友 刚好有票 正常的去参加活动 但是是不正常的一个位置 在中国我们知道 很注重座位政治学的 所以呢排在哪里 那个味道是很重要的 你看这里正中间第一排 徐春英 西位 西位 所以排在这第一位很重要 那接下来的话 到底柯文哲 为什么要找徐春英 我们不知道 他一直不解释 但是在效果上 你会看的话 先前只是认为说 他只是要入配的三十六万票 那个政党票的最大化 可是现在看起来 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的前八名传出的安全名单 也没有 但是那这时候 为什么柯文哲 会对着大学生 这么的入伙 攻心 看起来有其他的效果 让我看的是效果上 至少产生了两件事的影响 第一个是 如果这个许春英 是不是有可能是两岸一家亲的同名状 我提了一个 你看在中国大陆 也这么重要的人 两岸一家亲 在中国大陆至少很有分量的人 两岸一家亲 柯文哲不是最喜欢讲吗 同名状 可是柯文哲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一次 他触碰到了台湾最敏感 而且人民 多数人民最坚定的 两岸互不隶属的铁板 所以才会看到他 柯文哲平常有这样的气急败坏吗 有这样对着大学生就气急败坏吗 显然 我们还是不讲理由 但是你去看各种分析 触动他 他心里最大的一个盘算 来 范老师 你虽然是对中国是了解的 徐初音回去中国两个月 参加了这个统战音乐会 他呛吓说 这音乐会而已 讲什么统战 对啊 我们不要老师那边无限上纲 对不对 结果呢 李正浩发现这个活动是谁办的 上海交大办的 为什么叫统战音乐会呢 因为这是护台金秋音乐会 上海台湾金秋音乐会 中国各式统战单位 包括了台办副主任 包括了上海交通大学统战部长 包括了副部长 都在现场的 而新著名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徐初音音是贵宾名单 所以这是一个音乐会 但是两岸交流的音乐会就是有统战的性质 不是吗 当然了 对中国来讲 跟台湾的任何的交流活动都有统战性质 什么叫统战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 就是结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那连左拉中打右 联合友好我的左派 拉拢中间分子打击右派 右派就是敌人 所以这个是中共从一九四九年 应该说从他建党以来 就一开始奉行的这个统一战线的路线 那当然很成功在一九四九年获得了政权 一直到目前为止他毅然沿用 那对中国来讲 不管是宗教交流 文化交流 旅游交流 音乐交流 通通都是跟统战有关 而且是越是跟政治比较 越是疏离一点的东西 他越有统战效果 因为什么 你大啦啦的谈政治 那个效果反而不好 通过音乐 音乐大家都欣赏嘛 通过音乐方式强调什么 哇两岸的音乐 万流归宗 然后再来谈到什么 血浓与水 再来就两岸一家亲 再来就什么 两岸要共同迈向统一 所以他是循序渐进的 他是有层次的 所以不要因为说是一个音乐活动 就是他没有统战 何况主办单位 就是上海交大的统战部 很清楚的嘛 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 所以徐初音你就要讲 这是统战办的活动 统战部办的活动 那不叫统战 因为要叫什么 因为现在太多东西都被统出来了 而且有发觉里面破绽连连 包含说 克文哲说 他是透过海选 徐初音乐透过海选 徐初音乐说不是 他说我是呢 这个黄珊珊邀请我的 不是他可能讲错是中南海选 中南海选 没错 然后再来呢 海选 克文哲说跟跟他徐初音乐完全不认识 撇得一干二净 结果后来呢 谢立功 宽门民主党的前秘书长 他说是我介绍给这个 克文哲而且两次的饭局见面 见过两次面 对 那谢立功 克文哲不是说没见过面 对 那对 所以一翻两正眼了 对 谢立功是马英九当总统时候大力提拔的人才 他当过移民署 内政部移民署署长 所以他跟这些中配都有交流 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他认识了徐春英 那再把他介绍给克文哲 所以克文哲两个东西 两个就说不懂 第三个是什么 徐春英说 我怎么去放弃国籍 请这个邱赖山你来告诉我 不用 我们帮你找到 这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出国籍申请表 中文姓名都有写得很清楚 你可以 而且他有没有提到 你有没有户口 你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户照跟旅行证 所以说徐春英说 我没有户口 我没有户照 但是你还是有国籍的 所以你这是三件事情 有户口 有户照 有国籍 是三件事 表示他现在还有中国的身份证 那我必须要讲 如果你的户照被 被撤销了 撤销的护照应该会有 像那个賴佩霞 他美国的护照被撤销了 会打洞 那你带回去做纪念 那你听到你徐春英的护照 有没有被打洞 打洞给我们看一下嘛 对 有没有促销 另外就是他并没有要 并没有说你放弃国籍 你要去申请哪一个国籍 他不管你 所以你可以申请啊 你申请中国不会说 因为你要申请台湾户籍 我台湾的这个身份 我不让你放弃 因为他没有问你嘛 他没有问说 你要打算去申请哪个国籍啊 你可以跟他讲说 我要去加拿大 所以徐春英在记者会高调说 你告诉我啊 我要怎么放弃中国 你教我立刻去办 你现在就告诉他怎么办呢 明路 不是你的灯塔 好不好 告诉你 只你一条明路 你就去申请 然后呢 在申请完毕之后 就算中国拒绝你 你先 你先把你有动作嘛 你把表格填 拿到中国的户籍单位去 现场直接拍摄 现场直接 现场转播 你看我有申请 我有低接 啊我被拒绝 拒绝理由为何 不要说我没有做 大家看得出你的诚意嘛 否则我觉得今天甩锅 哎呀我怎么申请 我觉得他就在推卸责任 徐春英这个人 为什么我讲 他的背景比较复杂 因为一般我们的中配 早年因为台湾很多人 男性人找不到老婆 就找许中配 大部分中配都来 南农村地区 教育程度可能就高中毕业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许中配 大目的是要纯宗接待嘛 所以越年轻越好 越容易受益 所以刚才台湾的中配 都是二十几岁的 徐春英来台湾 已经三十五岁 而且他来自哪里 来自上海 上海是非常繁华的地方 所以他是 他說他是一九九三年来台 那时候上海 也已经相当进步了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国 上海洋浦区 商业局下面的贸易公司 的人事科科长 中期干部 前途一片光明 上海又是死里洋场 当时中国经济正在腾飞 你为什么来台湾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的问题 而且你年纪 那时候已经三十五岁了 你的大好前程 在上海看得到 你何必委身来台湾呢 所以我觉得他跟一般的中配不一样 一般中配来台湾 相夫教子 生育小孩 照顾家里 侍奉公婆 非常的辛苦 然后帮他的先生 打算事业 我们都看到很多 这些中配是让我们尊敬的 可是我觉得 徐春莹的背景 是蛮特别的 他在中国已经有很好的事业 而且在国营企业 然后在那边已经算个中阶干部 未来是前景的发展是非常可惜的 他跑来台湾干嘛 所以我会觉得为了爱情吗 你跟我老公因为恋爱了 就大家觉得你的背景很复杂 而且你来台湾之后 你就在参与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中配 相关的联系工作 你组这个工会 所谓的相关的组织 什么在做各种联系 那就大家觉得你似乎跟对岸 他自己承认他跟对岸的民政部 跟对岸的统战部 跟对岸的国台办 关系匪浅 常去开会 这个都有照片 那所以大家就怀疑说 你的背景并不特殊 而且我必须要讲 他真的很想当这个立委 非常想 已经意图使人不当选的话 都说出来了 这个都说出来了 因为第一个你根本没有参选 这个没有什么意图不当选 但是他真的想当 所以他才要出来开记者会 他来做一一博士 而且他现在把炮火对象谁 赖清德 他把他的位阶提高 给赖清德 真的 车泰山 我是养工 我不是一件 所以我觉得像他这种文革 参与过文革 大功一件 大功回去不得了 真的 他现在翻身 他不敢当部分剧烈 他都红了 回去之后 他挑赖清德 你看国台办主任 宋涛都要见他 对不对 你敢批评赖清德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 因为他是文革结束 一九七六年才念大学 他其实高中阶段 初中阶段就在文革 这种丹在文革经历过的人 真的大风大浪箭 很多的 就像他口齿伶俐 口才变 口才变解 为什么文革当中 对不对 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每天变 人斗 是阶级斗争 而且其乐无穷 其乐无穷 我想说一下将军 柯文哲他都没有正面回答 他只是这样子 点了很多的问题 他甚至人家问他说 这个有记者问他说 李正浩的爆料 说他参加 他有统战背景来的 柯文哲只说 我对李正浩不熟 对他讲的话也不熟 所以好像突然问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如果每个名罪讲的话 我都要查证 我告诉你 晚上三点都不用睡觉 所以问他说 假探亲针统战 他只说我跟他不熟 没办法回答 就这样子 我想请问你的是 他其实把这个 徐淑英一挑出来之后 其实直接挑战的 就是民进党 他要中配 继续讨厌民进党 他要深化民进党 就是歧视中配的一个印象 他打算这么做 他打算要抢国民党的票 那他现在成功的 让中配讨厌了民进党了吗 中配 其实中国来的配偶 不会喜欢民进党 我真的说实话 因为他们从小 有没有更讨厌了 当然会更讨厌 为什么 因为中配是从中国那边来的 他们从小受的教育 就是民进党是台独 民进党要把台湾 从中国独立出去 所以民进党是 中国国土的切战者 他不断的在灌输 他们这种教育 我们的党国教育 是反攻大陆 他们的党国教育是什么 要吃掉台湾 我问过一些中配 我说你们想要统一是不是 没有啊 好不容易来台湾了 干嘛还统一 那大师你是自己人 他跟你讲真心话 他如果 好不容易来了 我还统一 对对 他如果把他文革那套讲出来 就说我们当然统一 我们希望和平统一 好不容易都来了 两岸做的 尤其现在年轻的 中配 对 他把你 他把慧敏当自己人 他如果有防备之心 他绝对不会这样讲 因为他怕被出卖 因为很多中配 嫁到台湾来之后 他还有家人在对岸 那个多危险啊 如果你一表态 完蛋了 你一表态 你对岸的家人就糟糕了 他一定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YouTuber 叫周子定 在美国 每天针对中国的军事 中国的政治在做批评 他在大纪元这个里面 来做一个评论者 你知道他爸爸被关起来了 他爸在中国被关起来了 要挟他闭嘴 要挟他闭嘴 那你认为到台湾来 这些中配 他敢表态 敢讲真话吗 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配偶 嫁到台湾来 秉持一件事 相夫教子 呵呵过礼记 这就是个好友谊上身了 呵呵做事 好好做事情 好好过日子 很少有人会对政治表态 有没有 有 我告诉大家 我在桃园 黄副国员党部当主委的时候 我的党部下面 就有一群很优秀的陆配 能歌善舞 长得漂亮 什么都配合 然后有一个头头 他就是对国民党效忠 可是当他开始要加入 国民党变成不分区的时候 我都有告诉他 我说你变成不分区 你要考量一下 因为我们婉转 我说你会受到很多的攻击 因为有外配会攻击你 印尼的 柬埔寨的 菲律宾的 还有越南的 都会攻击你 我说你要扛得住 没问题我扛得住 他就透过主委 就推荐上去 那当然国民党 也很坏 你知道吗 接受了他的推荐 给他排在第17还是19 就是一定不会当选的那一席 所以在2020年 他就没有被关注到 那如果在2020年 他摆在第一 那不得了 所以我说国民党还算有道德 国民党只是跟你收了20万 这个部分区要缴20万 要缴钱 只是收了钱 那没有选项不会退的 就没收了 就赞助党大会成功了 可是民众党不一样 民众党把这个陆配 放到安全名单 这你完全要去面对 你要对国家忠诚要表态 你要对两岸关系表态 你要对你的身份表态 你要对你的领土表态 你要对土地表态 你要对两边是不是两个国表态 你这不是把宗配害死吗 那这位徐春英敢这么勇敢的出来表态 只有一个可能 就一个可能 就是对岸允许你这样做 习近平国台办允许你这样做 放心 你要注销 帮你注销 你要做什么都协助你 只要你能够进入国会 什么都好 只有这个可能 否则这一个人被推到浪头上 接受到这种两岸之间复杂关系 而且他又有两边都有家庭 在中国有家庭 在台湾有家庭 两边家庭的牵扯 柯文哲是不顾人家家庭的和乐 不顾人家家人的死活 然后就一并的就要夺取政治利益 所以我要跟很多的宗配讲 这些从中国来的 你来台湾享受自由民主 你会被人家给操弄玩弄 会被利用 而柯文哲正在利用这一群陆配 对其实李正浩有埋伏笔 不回答爆料 就继续搜寻一朝 其实一朝东西已经有点出来了 我们先不谈 就是如果你看一下 徐美华脸书的话 开始针对徐孙英个人 过去的一些情史等等 拿出来做一些检验 包括在服务 其他中备的时候 一些争议的事件等等 柯文哲怒呛国安会说 评论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连进入司法程序都没有 你评论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讲的是政治不是法律 我们讲的是政治 你不分区 为什么要把它放进去 你扯到法律做什么 你扯到犯法做什么 这是第一个 柯文哲那么生气 为什么 他提许春莹整件事情 有在他的计算之内 还是现在出现的变化 民调的下跌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是不是轻忽了青年选民 他觉得青年选民就是 因为他是母鸡 这个小鸡生来就看到这只母鸡 是不会思考他的作为的吗 赵天宁没有进入司法 赵天宁没有进入司法 你柯文哲评论什么 赵天宁还自己因为社会评论 为了整个党的利益 为了国家的利益 愿意辞掉他的立委的候选人资格 愿意接受所有的单位的调查 那你柯文哲 你的徐春莹要不要接受检验 徐春莹接不接受检验 而且我要讲的是说 柯文哲你讲人家共产党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刚才讲说青宗田共 这边柯文哲在2020年 讲谁是共产党派来的 讲谁是共产党提名的 讲的邱毅 倒背共产党的邱毅 你口中共产党的邱毅 在高雄帮你站台 所以你现在是说 共产党这是你的意思 不是吗 这是你自己认证的 而且他司法认证 说并非虚构 所以柯文哲不被起诉 法院唯一认证 并非虚构的共产党就是邱毅 你说之前柯文哲还假装是绿的时候 他骂邱毅是共产党派来的 是 邱毅就告他了 告他了 法院就说不算虚构 并无虚构 所以柯文哲不被起诉 所以他现在跟邱毅不错 因为互相没关系 邱毅在站台 所以柯文哲口中的共产党 在支持共产党 支持柯文哲 所以共产党支持他 是柯文哲的逻辑里面 另外我还讲说 你一开始很勇敢 说什么 没有国民身份证 国民身份证 有国民身份证不能参选的 不是法治国家 35万的外配要代表 力挺徐轩 后来说 说社会争议太大的时候 民调下滑 就开始叫来 叫来说 我们徐轩毅要被社会检验 是你自己叫我们检验的 我们很累 检验徐轩毅很累 花很多时间 所以柯文哲叫代我们检验 你今天生什么气 生气说他犯了什么法 叫我们不能评论 今天就评论给你听 因为柯文哲 也不在乎徐轩毅是不是共产党 因为民众党接受双重党籍 民进党不能 国民党也不能双重党籍 民众党刚好可以双重党籍 所以共产党的身份 是不会影响徐轩毅的 不分居立委的资格的 但是他是不是共产党 对台湾的立法院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我们必须检视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他在国营企业可以搞工会 你以为中国的工会 只要跟劳委会报备一下 只要跟劳动局报备一下 就可以搞工会 中国的工会 只有共产党规定下的人 才可以去搞工会 徐轩毅刚好就可以搞工会 而且还做人事科长 你在国营企业要做人事科长 负责升迁 那都徐轩毅很厉害 自己说的 这都一专访的时候 他做人事科长在国营企业 你可以负责升迁 那不是共产党可以指挥的 才能够做的吗 你徐轩毅何德何能可以做 后来他自己也说了 他爸爸叫武器干校 武器干校听到了 武器干校那个老师等一下可以解释 什么叫武器官校 我只知道有一个人也念过武器干校 叫做邓小平 结果徐轩毅他爸爸也念过武器干校 武器干校什么 就是红二代的培养者 所以徐轩毅跟邓小平的爸爸是同一辈的 徐轩毅就是标标准准的 红二代就是太子党 我直接就这么讲 我觉得你起理 我是有没有共产党员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红二代 我觉得你起理起初有点意思了 你的话跟这个赖清德说的是不是有一些吻合之处 是不是有脉络可循 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2023护台金球音乐会演奏好几首两岸歌曲 这场由统战部举办的活动被爆料 徐轩毅有出席参加 还坐在第一排的绝佳好位置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发文指出徐轩毅假探亲 曾出席中国统战部活动 最近受访时提到 赴中国大陆除了回娘家 剩下的一定是跟两岸婚姻家庭活动有关 无关的一概不会去参加 还要大家可与取查 很荒谬耶 一个音乐会就说成是统 就给我几张票 我要不要去看 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意图 就是一个两岸的文化交流 是一个百分之百不折不扣的统战活动 徐轩毅是中国统战的一步棋子 如果未来能进入到我们台湾的国会 变成是统战部的手 直接伸到了我们台湾的国会 双方隔空交火 但看看这场活动中 交大统战的网页上 出席贵宾洋洋沙沙的名单 包括上海交通大学 党委统战部部长 汪厚继 副部长张杰 台湾新著名发展协会理事长 徐春英都在名单内 参加音乐会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几百 而且特别强调徐春英是出席贵宾 对方主办 对方要请哪些人来 我都不 我就是单纯去看一个音乐 徐春英从大陆返台之后 开记者会开枪陆委会主委邱泰山 两岸难不成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吗 著得代表谢志伟批评 那种气焰 那款姿态仿佛中配才是原配 而把泰山当成小三 体验到这是高级外省人的奢华版 徐春英先前正义未解 如今在被曝出席统战音乐会 身上贴的红筒标签 又该如何说服大众 所以旺报写的内容是有所本的 徐春英是上海的千金世家 这个高中毕业曾经不错 考上了好的学校 然后毕业之后 他在中国工作到35岁 他当了国音事业的人事科长 都是他自己讲的 人事科长是考评的 人事科长是考评的 考评的 是负责升迁的 所以你的升跟死数 我人事科长有很大的决定权 还可以搞工会啊 控制劳工啊 他的父亲是武器干校的 然后呢 他的专访里面讲 他爸爸是武器干校嘛 武器干校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的所谓的红卫兵那个时代 文革那个时代 为了把中国的一些高干下放去 去劳改嘛 所以你不是高干 是没办法去进武器干校的嘛 所以我就怀疑 强烈怀疑徐春英 你自己是不是红二代嘛 你自己是不是太子党嘛 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 李正浩讲的 他不只之前参加过中共的统战 他这一次回上海一个半月 他只有就被李正浩挖出一天 你去参加统战活动嘛 那你所有的统战活动 你都去参加情况下 柯问者你不用去回应吗 重点是到底徐春英 有没有做过这些事 而民众要不要提名徐春英嘛 另外所谓的徐春英的 一些私人的问题 婚姻问题也大家起疑斗嘛 他的婚姻 至少在徐美华的脸书里面 直接讲 他1993年跟一个外省人结婚 2005年又跟一个 陈建秋的老兵交往 之后又跟了一个所谓的 处理生计产业 侯建侯军建 这是往来 往来 往来之后呢 结果你 他这个生计公司 还有诈骗的一些前科 这个人 到底是往来呢 还是你根本是为了来台湾 进行跟这个第一个 所谓的1993年 这个外省人 这个老兵 没有名字的这个人 先结婚之后 开始进行对台湾的渗透 这才是台湾最大的危机嘛 你现在连你私人的生活 都已经被检验出 是有问题的情况下 民众党 我说真的 柯文哲提名这个人 只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35万外配 第二个目的 就是所谓的 到底徐春英 是不是背后有中国的压力嘛 中国的压力 为了蓝白盒也好 郭柯盒也好 中国的压力 要你有一个习的 不分居民单 放在你的民众党嘛 那第三个目的就是 你帮 至少你帮了中共 做最好的宣传 为什么呢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如果也可以来当 我们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那台湾的立法院 到底是香港的立法局 还是中华民国的立法院 所以变成是 一国两制最好的宣传嘛 好 这个赖清德 其实一再的心平气和 都问柯文哲啦 你不用起扑扑啦 好好的回答 你为什么从不亲自说明 为什么要提徐春英 你为什么要怒呛学生 我们在等你一个答案 不是你呛东呛西 骂赖清德 骂蔡英文 柯文哲说 你赖清德就是抹红徐春英 什么叫抹红 柯文哲你上次在抹 邱毅是共产党 你现在就跟邱毅 抹级抹级了嘛 对不对 柯文哲说 赖清德的所作所为 是害社会不和谐 是在分裂 我们现在要连线 这个刚刚这个决定 要担任这个 赖半晋总的主任委员 姚立民姚老师 姚老师我想请教您 柯文哲就搞这些手法 他这本脑筋里面只有选票 他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告诉我们价值 其实徐春英的事情 柯文哲算是犯了错误 为什么犯了错呢 因为第一 他的幕僚 或他自己显然没有事前 用功谨慎的去了解 徐春英究竟可不可以 做立法委员 因为按照现行法规 他是不能做的 那这是第一个错误 他根本没有事前 谨慎的去了解 那接下来 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是因为他既然放话出来 可能会提徐春英 然后他也说他想主要的目的 要争取外配包括他的亲属的一百万票 那结果这个舆论却爆炸了 因为大家认为徐春英的这个色彩可能并不好 不适宜到立法院等等的 总而言之这个舆论反应并不好 那他就应该立刻收回来 为什么呢 他就可以说他们没有要提徐春英 因为这可能是媒体知道的消息 他本人并没有 他就收回来就好了嘛 他不要提就可以了 他也可以止损了 可是他仍然继续让这个话题燃烧 甚至于居然把这个问题丢给徐春英 让徐春英回来 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烧得厉害 对他完全没有利益嘛 然后第二个错翻完 第三个错就是 怎么会明明已经知道这个议题对自己不利了 结果他最支持群众最多的叫年轻人 结果年轻的大学生问到这样子的问题 或者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 他怎么会暴怒呢 这个问题是大家不安心的问题 他应该早就知道的 那因此他去跟人家演讲也好 做什么事情 他应该会预料有这样子的题目 应该就预做准备要怎么回答 他怎么可以回呛别人说这种事情 年轻人应该去查考等等等等 所以这一方面就连三错 一开始就不应该放这个话 第二个就应该收回 第三个就不应该再继续呛别人 所以这个题目我必须说 对柯文哲来讲没有加分 反而是减了不少分 那事实上不分区大概 最晚大家的不分区大概下礼拜 下礼拜都要出来了嘛 所以我相信 因为许春莹反正确定不能当立委了嘛 所以民众党也不会再提名他了嘛 那可是这个伤害对柯文哲来讲已经造成了 好柯文哲自己让社会不和谐 让社会分裂突然指控赖金德 范老师 我觉得柯文哲是恼羞成怒了 因为他最近第一个焦虑 就他的年薪选票大幅的下滑 跟这个徐初音的事情是有关的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他二十到二十九岁 他如果是沙喀都他几乎掉了十七点八趴 如果是细喀都他掉了十三趴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本命区 本命区都失守了 然后再来就是他跟韓国 他跟侯友宜的差距越来越大 之前美丽岛电子报 他如果是沙喀都的情况 他的差距大概是六点三趴 可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沙喀都的情况 已经到了九点一趴 六点三到九点一 又多了三 将近三趴 又在误差范围以外 西喀都的跟侯友宜的差距 从七点六趴 扩增到了七点九趴 所以看起来是没有止血 刚讲那个徐春莹 他自己承认 他妈妈这个还当时他小的时候 煮菜带他代表便当去看他爸爸 在午期干校 看到爸爸跟大家围在一起吃便当 拿着那个铁盆吃便当 那五七干校是什么 五七干校是一九六六年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在五月七号 他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叫做 五七干部学校 是什么呢 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才可以参加这个干校 这个培训 但是要让那些党政人员 不要高高在上 你们要跟群众在一起 要学习劳动改造 就是要跟农民工人学习 所以能够进入五七干校的都不是等型之辈 而且他一九九三年来台湾 对不对 一九九三年是台湾第一次开始开放 宗沛来台湾居住 第一波 第一年 第一年 三十五岁 对 第一波 就来了 他在上海的发展这么好 对 他是红二代 红二代 干校之女 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的身份很可疑 很奇怪 就很特殊 很特别 他是第一波 第一波 对 我们一九九三年开放 然后那个时候呢 是规定是要八年才可以拿到这个三分正 外配的话是四年 所以他真的很特殊 很特殊 来创下 其实中国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这个做法 很细腻的 其实徐春莹这个问题被讨论了 不完全只是放在选举的攻防 而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在英国呢 去年的时候 他们的军情武处 我们知道军情武军情六 就007的那个原型嘛 特别定义了一个东西叫做影响力间谍 影响力中谍 就是针对中国 这种长辈的五孔不入 这个主角叫做李真鞠 而李真鞠呢 一九七四年十一岁 跟着爸妈移民到了英国 所以他小时候只是 如果有也有红领巾 大概就是少年先锋队 顶多就是做到红领巾 没有当到红卫兵 但是特别的是什么 他大了以后呢 在英国 他也是在英国 是中国的 他就开始为了英国在英国的华裔人士 争全力 就成立了基金会 成立了委员会 然后呢 就被英中国驻英大使馆 请为首席的法律顾问 然后后来又被中国国务院乔办 请为海外顾问 首席顾问 然后呢 二零一九年 回到中国的时候 就刚看那张照片 回到中国的时候呢 跟习近平见面 而习近平见面 而且央视就把他放出来 在最前面 而乔办呢 后来就并入了统战部 所以后面是 开始在国会里面 对于英国的议员 开始有所影响 开始选举有些合法的赞助 都合法的哦 是 可是这个里面 就让整个英国 整个状况 偏向了中国 英国就界定了一个名词 叫影响力间谍 如果连这样子 在国会里面 可能有游说的人 英国这样的一个民主 最老牌国家 都要去管了 那原因不是选举 是因为国家安全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陈嘉宏的专栏 他说中配有两种 一种叫做春英 另外一种叫做复查 这位上海千金台湾席 就叫春英 奔走要拉近两岸 工作性质特殊 专属配车是中国的国家干部 这样的一个等级 三十五岁 在中配开放第一波 就嫁来了台湾 那复查就别说了 喜欢上台湾女性之后 来到了台湾 没有想到COVID-19之后 这个回家醒亲 就这样没有办法出来了 甚至一度行踪成名 没有人知道他哪里去了 好 这个民进党立委直接讲 徐春英不提复查 他是内心已经内建了国安法 内建了反分裂法的好宝宝 来 针对这件事情发展至今 到底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 国民党没有态度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事 但是我今天作为在场唯一一个在野联盟的代表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分成这个法律跟政治两个层面来看 法律层面就是说 他到底有没有具备参选或当立委的资格 我是觉得他是有的 我觉得邱泰山是有点扭曲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精神 因为不是我讲的 前陆委会主委赖信源就是这样讲 两岸不是用国籍来定义 不可能有一个人同时是拥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籍 这是不存在 因为我们宪法是一中宪法 所以两岸他是用户籍来定义 所以基本上徐春莺他只要入了我们中华民国国籍 就没有就没有那个对岸的国籍的问题了 所以他当然我觉得他在资格上面 我自己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这是法律部分 那政治部分那就看民众党 就是说民众党认为提了徐春莺对他的不分区名单 甚至吸票有没有帮助吗 他来考量 比如说提了徐春莺对于陆配的票 或陆配家庭的票有帮助 那还有就是他的一些言行会不会让他扣分 有一些中间选民跑掉 这个就是民众党自己的自己的想法 一般大家对于这个选举也没有那么乐中 也没有这么乐中 所以徐春莺可能就是他个人比较活跃 然后所以有接触到民众党 然后他被提名 那徐春莺小时候做过什么事情 他什么背景 跟他现在来到台湾之后进到国会 会不会叛国 我觉得是两回事 我倒这样认为 我倒这样认为 这个是一个 你看你用什么的角度去看 你站在一个国家的一个角度的话 你这个叫做国会议员 你刚才会民开始在说 柯文哲出来马赵天宁 你看这个亲中天宫 交交女朋友的程度 跟结婚的程度 其实结婚的程度更严重 结婚以后我们把它当成是陆配 我们把它当成一家人 那今天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重点是说 你把它当成一个国会议员以后 涉及到国家的一个忠诚的问题 看起来国民党认为那个没有什么 国民党现在可能认为说 那有什么 那也没关系 那到时候见见的时候 没得到很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搞不好他们是这样子 国民党搞不好是真的这样子 一个认为 那重点是说 刚刚一个袁知识讲说 他认为说是因为政治层面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层面 是的 国民党到现在也不敢去讲 你像比如一直在讲 徐出印在逼我们的政府讲说 不然你感觉台湾跟中国是不同的一个国家 他现在反而敢这样子呛 民进党的立场其实就很简单 我相信国人同胞大部分的想法 就是会认为说 我们跟中国真的是互不相隶属 但重点是说 涉及到国家忠诚的时候 你国民党都要挑出来问 问说 郭文哲你很奇怪哦 你提名这个会有忠诚度的问题哦 你没问过吗 万一他真的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干部 那你怎么办 显然国民党认为 那都没关系 只要两岸一家亲就好 只要阿共不要打台湾就好 委屈的和平也是和平 这就是中国跟共产党 不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逻辑 对不对 好 龚老师我们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買 ien